哈喽大家好就是波罗 欢迎来到又期的视频 今天我们又又又又 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 夏虫浪人 非常浪的一个人 大家好我是夏虫请多时见 我们今天又来说相声了 好 OK那我们今天要开箱的就是 于今天10月26日 刚刚正式发售的这个苹果 M1 Pro的14寸MacBook Pro 今天这一个呢就是 最最最最最最便宜的版本 就是盖版 盖中盖版本 盖中盖版本 所以我们就算是盖帮的成员了 对我是帮主 你是小弟嘛 是吧 先简单的说一下它的规格吧 这个呢 它用的是M1 Pro芯片 有8核的CPU 以14核的GPU 然后是16核的神经网络引擎 这个相比起全选的M1 Pro呢 它是少两个CPU的核心 全选的是10核CPU 然后它用16GB的内存 以及512GB的SSD 打开它 哎呦我去 哇 哦背面今天写了MacBook Pro 上一代好像没有 一键三连 所以它这一代的14寸依旧啊 没有加回大家都很要的这个发光的苹果 但是呢 这次的屏幕 屏幕非常厉害啊 它是用了一个14寸的 Liquid视网膜 XDR屏幕 我听起来就非常高级 因为我听不懂 那么XDR它非常厉害 这次它的分辨率是3024x1964的分辨率 哦 几乎是赶上4K了 就差一点点 一天天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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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次的材质它是一个mini LED 就是非常已经接近这个OLED的效果了 哦 对然后 就每个LED都有一个哈梅特 对它每一个LED都可以自己发光了 然后其他的可以灭了 就显示黑色的时候 就非常的黑 就像OLED一样 然后呢 它比OLED好的地方就是不用担心烧屏 对烧屏你明白吧 OLED的话你如果显示同一个画面太久 它这个画面就会永久的印在这个 印在那 我明白我明白 就跟和尚打坐啊 它的影子印在墙上 啊 行吧 那么这个mini LED就不用担心烧屏问题 这一次呢 它也同时是HDR 它运用1600尼特的分质亮度 再同时呢 它又是苹果第一款啊 加入了ProMotion的MacBook Pro 哦 它是可以根据显示画面的不同 自动适应这个刷新率 最高可以达到120Hz 你如果是看文档呀 还是玩游戏 它的这个会非常的顺滑 可以几乎是现在市面上 最好的比一本这种屏幕了 嗯 对 就非常厉害啊 太棒了 当然了这次大家可能就是很纠结的一点 它的屏幕上有一个刘海 哎呦 对 它里面并没有Face ID啊 只是塞了一颗1080p的前置摄像头 哦 这部分呢 其实就是 我觉得可以说三点吧 第一点还是这个疫情非常的猖獗啊 所以像大部分人 就包括我在内 我们还是在家里工作 嗯 所以你要跟同事 不管是视频会议啊 还什么一个一颗好的前置摄像头就很重要 所以这个 应该也是这次苹果的重点之一 嗯 大家可能会说啊 那么 XPS系列 它依旧有很薄的边框 但是它也能塞下一颗摄像头 而不需要挖一个刘海 那这部分呢 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啊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DAVE2D 它做了一个XPS13以及苹果的MacBook Pro 这一代的前置摄像头的画质对比 嗯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虽然苹果挖了这个刘海 但是它的前置摄像头 它的效果是要比XPS13好很多很多的 哦 也不是说完全是为了挖孔而挖孔吧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我自己的猜测 我觉得拼搏可能还是想塞一个非XPS13进来 但是可能因为就是后度不达标啊 或者是因为疫情期间这个大家的工作效率较低 所以最后可能没有赶工完成 所以这一代可能就暂时放弃了 所以下一代说不定会再加入这个非XPS13 但是这个只是我一个猜测啊 并不一定是真的 可惜了 然后第三点呢 很多朋友可能也不知道 就是虽然它上面有这么一个刘海 但是呢它其实并没有影响整个屏幕的比例 因为你在使用全屏软件的时候 它的刘海那一层是会变黑隐藏起来的 哦 对 然后但是它隐藏起来之后 剩下的屏幕依旧是一个16比10的比例 这个呢实际上相当于是给你多加了一点点的屏幕 一点点 对一点点 然后平时呢 你这个不进行全屏全屏使用的时候 它上面刘海的两边是显示的 这个苹果的状态蓝 状态蓝 状态蓝 就是你的这个电池电量呀 还有你一些软件的状态这些 只能说是一个还可以的妥协吧 很多朋友可能会好奇啊 那就是你的鼠标如果移动到这会怎么样呢 就是它并不会挡住你 实际上它是会直接穿过来的 它是会直接穿过去的 可以可以可以 哎那假如说我们在face ID的时候 那就是facetime的时候 然后对 你一鼠标就看到一个大大的鼠标 从哪边过去 结果就非常酷啊 可以可以 虽然呢我们找了这么多的理由啊 但是如果你问我喜不喜欢这个刘海屏 那我肯定还说不喜欢呢 是吧 我宁愿它用一个这个像素比较低的一个牵扯上它 我也不想在我的屏幕中间放这么一个一个小刘海 就怎么说呢 虽然我知道它会被隐藏起来 但是还是心里有一点个影 确实 因为我觉得屏幕就不应该这样 是吧 那我们看完正面再看一下背面 背面它中间有这个MacBook Pro的一个字样 嗯 然后这次呢 它用了四个相对来说 我觉得已经比较厚的一个垫脚了 哦 当做苹果的垫脚石 帮助三十六用嘛 这个看出就苹果还是这一次在性能 与这个外观上进行了一定的妥协 因为你像我们之前的版本 它都是一个很薄很薄的垫脚 所以它根本不会说 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 那这次就说明 就是苹果变了 变得更直了 是 可以说M1 Pro芯片相比起英特尔 功耗要低很多 但是可以看出它的功耗 还是相比M1来说要大很多的 否则不会加入这么多的散热 那么另一个我看到妥协的地方呢 就是这款机器的L接口 苹果已经从很多年前开始了 就只提供四个Type-C 当时还是Thunderbolt 3的这个四个Type-C接口 嗯 然后其他的就都去掉 但是呢 我们一看这一代 它又加回来很多接口 右面啊 它有一个HDMI接口 一个Thunderbolt 4的接口 还有一个SD卡插槽 然后另一边呢 它是加入了MagSafe三代 然后还有两个这个Thunderbolt 4代 以及一个耳机接口 用户不喜欢 那苹果最终还是这些妥协 妥协了 对吧 它不够那么特里独行的 当然我觉得这个 不能算是件坏事啊 不管之前的设计 线条再流畅 它重量再轻 但是如果不能提供一个 很好的这个使用体验 我觉得也是不能够的 那另外呢 苹果终于去掉了 没有什么卵用的touch bar 嗯 加回了这个F1到F12的功能键 太好了 另外呢 这次它的键盘 也是回到了上上代的键盘 可以可以 对它不再用上一代的 这个蝴蝶键盘了 键盘的手感就好很多 是吧 你听过这个 哒哒哒的声音 就好听很多 哒哒哒哒哒哒哒 对 顺便再提一下 这次14寸的MacBook Pro 它的三维跟重量吧 它的厚度呢 是1.5厘米 然后宽是22.12厘米 长是31.2厘米 对它比13寸要稍微大那么一丢丢 一点点 刚不是说到买苹果本的 基本大部分还是内容创作者吗 比如说剪视频啊 或者是修图之类的 这次的M1 Pro呢 苹果也加入了ProRes 剪码跟编码的硬件加速 按照苹果的说法 它可以同时播放20个4K ProRes视频流 这么强 就这么强 对 这一点呢 放在Vinus本上 那是不能想象的 OK 那我们刚刚把今天拍摄的视频 素材导的出来 在PR这个软件中做一个测试 这个呢 就是我们一般的一个 剪视频的流程 有三个不同的4K30到60帧的机位 然后都是H264的编码格式 所以我们就看一看 这三个视频同时播放时 这个M1 Pro的MacBook Pro会被卡 来 开始 我们手放到这个 会放丢针的那个地方 哇 一点都不卡 对 这个 真的是一点都不卡 现在是三个4K视频同时播放 如果加上这个监视器的话 那就是四个4K视频 而且都是H264这个 比较难解码的这个格式 就这样可以看 我们现在已经播了大概30秒吧 一帧都没有掉 我这个有点东西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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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真的它比我 那个6800插器的台式机还顺畅 是吧 对 就多机位真的完全不卡 现在大概播了一分钟 只掉了一帧 说播放也 我们看一看这个拖动会不会卡 哦 所以拖动也完全不卡 可以可以可以 这个很顺畅很顺畅 非常顺畅的鬼畜 所以说就是单纯的在视频编码方面来说 这款M1 Pro是非常棒的 完全不属于一般的中高端Windows台式机 嗯 OK 那么测试完Primal Pro 我们再来看看苹果自己的简介软件 Final Cut Pro X的表现如何 这里我们依旧是使用刚才同样的素材啊 三个不同的视角 那么播放看一看 对 依旧是完全的不卡啊 嗯 当然这个也是在意料之中啊 Torray也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这次说微的再玩大一点 先我们现在是叠加了6个视频源 然后同时播放看一看 哦 可以啊 依旧是完全的不卡 嗯 可以可以 对 这个效果就非常不错 所以说这款的M1 Pro的MacBook Pro呢 它虽然是最低配 但是对于像我们这种视频 或者图像的内容创作者来说 还是非常舒服的 另外我们也简单的测试了一下 使用Final Cut以及PR 导出一个三分钟的 H264编码的4K视频的时间 Final Cut呢 为1分51秒 而PR使用了1分46秒 当然因为今天只是一个体验视频啊 所以我们的视频剪辑 就先测到这里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测一测啊 这款乞丐版MacBook Pro 玩游戏的性能会怎么样呢 哎 来着来着 那么第一个要测试的 就是常年啊 对苹果平台都有支持的 古灵暗影 哦 这个是18年的游戏吧 我记得 不是特别的老 但是它相对来说 画面还不错 还是会吃一定配置的 我们先试一下它 值得一提呢 是这些游戏啊 因为都是三五年前的嘛 所以它并不是原生 适配M1 Pro芯片的 它们都是在英特尔平台的游戏 所以是通过Roseta2代 这个转移器来转移过来 那就说明它并不能发挥 这个机器完成的性能 我们现在是1920×120的分辨率 开启实践 影像设定是中等 我们来看看它的表现如何啊 刚进入这个场景的话 现在大概是47左右 我们往前跑一个跑看看 对 基本就保持在大概是四五十 那其实在苹果平台 因为并不是一个专门的游戏 它这个表现 应该是迄今为止 盖板里面最强的 因为去年的M1芯片 我也是测试了嘛 跑这个游戏大概只有30帧左右 而且卡顿非常严重 现在这个M1 Pro是基本可以玩了 感觉不出特别明显的卡顿 但是呢 虽然它是盖板的啊 但是它的售价依旧达到了14999 我们可以看看它这个屏幕的表现 真的非常好 特别漂亮 对 就像德鱼我刚才说 它是一个mini LED的屏幕 所以你可以看它的暗部 非常的暗 它不会有那种灰闷闷的感觉 天空灰的像枯火就枯不了了 对 该黑的地方就是完全黑的 然后该亮的地方又非常亮 因为它的分值亮度是1600尼特 哇 效果非常不错 而且再加上苹果它这个独特的色彩管理 它的整体色准啊什么的都是非常好的 对 所以看看风景还是非常不错的 哎哎哎哎哎 哇 这个水 水花特别的小 测试完刚才相对来说比较看重GPU的游戏 我们再测试一个对CPU以来更高的 就是文明6 讲文明动力吗 现在是当地时间晚上10点 咱们玩一局是不是就第二天白天了 文明6呢因为苹果的它的分辨率是有缩放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使用内置屏幕它的分辨率最高只能选1512×945 除非我们去外接一个显示屏否则是没有办法达到1920×1080或者以上分辨率的 但是可以看我们可以选择120×1080 性能最高 内存最高 人员测试的是这个图像性能 那还可以啊 对所以看到我们这个文明在好的时候基本的帧数是在45-100之间 偶尔到145-50嘛左右 MacBook Pro测试游戏并不是说让大家拿这个情报游戏啊 只是说如果你是去剪视频或者出外去修图累的时候 你可以喝一杯咖啡稍微带两杯 那我经常累啊 全面三国这个游戏啊是可以调分辨率的 我们调较高的画质 然后分辨率就是1920×1080 然后再进行一个性能测试 这款游戏比之前两款游戏阵数就比一些 对因为这款就稍微更近一些 它就是前两年发售的嘛 然后这一款呢 它现在全战三国的帧数大概是35左右 非常稳定 但是对于这种游戏来说也是非常可玩的 OK那我们今天一个简单的开箱加测试试用吧 就先到这里了 然后明天呢会做更多的更加详细的性能测试 我们会选更多的近几年三游戏 也更加细节去存在它的生产力软件 大家无妨点个关注 然后我们过两天下期时间再见 再见 是吧 拜拜 拜拜 拜拜